我今天看到一句评论也讲得很好 南韩有这样的总统还需要敌人吗 本来敌人只有朝鲜对不对 像中国大陆有俄罗斯 一次全部得罪 效率真的是很惊人 那我们看到他现在连南韩内部都得罪了 民族情绪 这个尹熙月是全南韩心胸最宽大的人 是不是 他之前为什么要去 他也是12年后再度访日 南韩总统访日 在这里他向日本国旗鞠躬不是吗 他讲了很多日本人听起来很舒服的话 所以很多人觉得你是怎样 你是到日本来接受面试的吗 南韩总统到日本去接受日本的面试 当然这个分析他为什么要去弥补 二战争攻事件的悲痛 尹熙月要来一个大和解 协调军演防止北韩核武 还要跟商界推动日韩的青年交流 三个目的不知道答不答得到 但他真的是一次把所有这个网友全部得罪了 你看到他又讲一段新的谈话 哪百年前的事情对日本要求下跪道歉 让人无法接受 所以南韩所有这样对日本的这个历史情节 没办法化解的尹熙月一句话 就通通可以化解 是不是 一锤定音好了不起 南韩总统是说尹熙月的这番话 是要用这种态度了 这个像这种态度 你这么激烈的要求人家下跪道歉 不利于发展韩日的关系 言下之意 韩日关系化解只有他有办法 韩国在野党张炸锅了 无法理解 怀疑这是不是韩国总统的发言 让人尴尬灾难性的贬低国民 降低国家威信的这个荒谬言论 所以这个 袁老师你怎么看 对不起 讲个直白点 我讲一件 我刚刚我要回应一下我们蔡委员 我原来对韩国之事有正面影响 是因为我原来常常到大连理工大学 去访问讲学 那个时候到大连的时候 我就看过两次 韩国有一个人叫安从根 这个是韩国的民族英雄 他在大连的时候暗杀了日本最有名的 伊藤博文 韩国人就在那种情况 结果那个有一个监狱 他在里面被凌虐致死 他不是暗杀 他是刺杀 刺杀 不管怎么讲 反正没有他 伊藤博文可能还要作恶多端好几年 结果我在看的时候 就我看到一个韩国穿了一个 韩国的传统服装的老太太先生 他们那边把他当成圣地 但是因为是在大连 是一个监狱 就是感觉上 然后每一个人都在跟我表示说 韩国人即使在日本最残酷的时候 表现得比你们中国人强 他自己就很得意的跟我讲 那我们那个时候当然 抗日事事也有 但是确实没错 伊藤博文这个人是被刺杀的 对不对 安崇文跟刺杀的 所以我看得起韩国人 因为他都讲说 我们不能够原谅日本人在韩国干的事情 结果这个尹锡悦好像 好像感觉上像日本人一样 你看他握手跟那个 对不对 跟岸田文雄握手的时候 感觉上好像说是很得意的样子 说句良心话 我看他这个脸就是你刚刚讲的 对他真的应该稍微整形一下 他这个感觉都是彩背的样子 真的是 他整形 我来讲 右背那整形长得像拜登一样 左背那整形像岸田文雄一样 这样比较适合他的角色 而且他应该要为 这个所谓安仲根刺杀一天博文 向日本人诚挚道歉 是啊 这符合他的角色 那就安仲根 顺便为这个真功问题 向日本人道歉好了 所以你看这个韩国人很生气 所以你就留在日本好了 你不要回来 好但另一头我们看到 这个财经的方面也很重要 这题我们昨天大概有讨论一下 今天我再请这个蔡委员讲一下 这很重要啊 就跟这个Kirby有没有 人家这个 尹锡悦讲了一番 觉得会讨好美国的话 就没想到Kirby这样呛回来 有没有 趋于紧张 不用升高到这个冲突啊 而且你要听清楚哦 我们是支持一中的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哦 尹锡悦你要搞清楚哎 不要弄错了 然后呢 访美前金融时报不是爆料吗 美国就是个半导体向韩国施压 要敦促韩国近年的晶片商 如果大陆禁止美光 在大陆销售的话 那他留下的缺口 你韩国不可以去补 不可以扩大 不可以扩大你的这个产 卖他们的这个产量 那韩国的民族新闻也批评 这是美国强调对华遏止的情况 这个把韩国当枪使 这句话也用得蛮好的 真的是把韩国当枪使 可以被视为侵犯别国的经济主权 韩国中央日报说 美国现在变成一个 忙于照顾自己利益的国家 其实本来就是 另外韩联社呢 这个也很可怕 说美国驻美大使馆的相关人士 对这个这么重要的新闻 你的总统马上就要去访美了 国事访问 在你访问前突然来这么一笔 但是韩国驻美大使馆说不知道 还是说没有瞧好 蒙了炸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说不知情 那当事人三星跟美光方面 没有回应 这可以理解嘛 韩力士 K韩力士也说 还没有收到政府的要求 当然企业的发言 是比较保守 可以理解 德国之声评论 这是美方首度要求 盟国争取国内企业发挥作用 那这个三星韩力士呢 不会欢迎的啦 这个缩紧他们在华的业务做法 但是美国手上 可能握有威胁的筹码 所以蔡委员你怎么看 这个怎么样 摆明了就是怎样 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栽卖中国大陆 就是这样 人家是民间企业 不是国企 我觉得韩国的媒体 比较有民族的气节 还会想到说 韩国有经济主权 可是我要不客气 跟韩国朋友讲 你们真的有经济主权吗 有有有有 对其他国家都有 但对美国没有 不是吗 美国要你这样做 你就乖乖这样做 要你那样做 不准你做 你也不敢做 那这个你有什么经济主权 太清楚的事情吧 举个例子 现在 全世界 这个半导体两类 一个是所谓的逻辑 逻辑运算的 一个就是所谓记忆体的 那美光也好 或者 这个什么 那个海力士 就是先经集团的海力士 或者是 那个其他的三星 在所谓记忆体方面 都有很大的产能 那我们台湾呢 也有这个美光系统 像那个什么 台塑企业合作的 都是美光系统的记忆体 大陆又是 记忆体市场上 最大的客户 对啊 那现在大陆为什么 要找 找这个美光调查一下呢 有点像调查 台湾的农产品一样 你美光的记忆体里面 有没有一些安全上的漏洞 学美国学的很像 美国真是好老师 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安全漏洞等等 开始在调查而已 还没有结论 那美国的情商呢 他说这样一来的话 美光在大陆的订单 可能会被咔嚓 搞不好去掉四分之一 或者被重重的罚款 那如果罚款还小事 有钱能解决的都小事 那如果产能被砍了 那怎么办呢 那谁来补啊 美国想到说 一定是韩国去补 是啊 就是海力士啊 或者是三星去补啊 他没有想到说 大陆还有自己的长江存储 也是很大的记忆体公司啊 对 那现在就开始警告 我们是站在同一国了 我美光要是被欺负 被砍产能的话 你们也不可以增加产能 来供应这个大陆上的订单 那韩国的惩慈悲 你有没有搞丑啊 以前你很多地方缺货的时候 不是找我去补吗 然后以前我们不是一起合作 去把这个市场巩固吗 因为如果我海力士不补 我三星不补 不是被长江存储拿走了吗 是啊 对 那怎么能不补呢 可是美国立场是说 不行我赚不到的钱 你也不准赚 但我要问蔡委员 当然说以美国目前的 这个抗中的气氛来 可以理解啦 他的推顿也算是合理啦 但是在影视月访美前 高调公布这个讯息 你觉得呢 这不是给影视月摆明的 当头一棒吗 不是啊 我们讲过 他是美国派主韩国的总督 那总督回家来 来素质 他不是访问 来素质 那我 我主权 国家要做什么事 轮得到你讲话吗 所以我是觉得 韩国民族新闻 还想要争取经济主权 他们的总统都已经 把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 都卖掉了 那 你 你能讲什么呢 对不对 能讲什么 你知道抱怨说 你们选臭人以外 你也没什么好抱怨啊 民主政治嘛 选到这个卖国节 是很正常的事 这几率是蛮高的啊